哈喽大家,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互联网大厂打工的日常 其实每天上班的SOP都是差不多的了 大概8点半左右起来,因为我家离的比较远一点 然后简单洗漱化个淡妆就出门上班了 最近我是在有开车去公司的 毕竟拿到驾照就要好好练练手嘛 看看我这个只有两个月驾龄的迷茫的眼神 慌乱的眼神 今天也是阳光很好的一天啊 这个夏天北京的天,要么就是连续下一周的雨 要么就是晴空万里 不过最近早高峰堵车的这个现象真是越来越严重了 我每天开到公司正常一个小时 晚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吧 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先来买一杯咖啡 我平时喝Lucking会比较多 因为公司大厦一楼就有一家 但是喝腻了之后,最近换到了便利峰的咖啡感觉也还不错 便宜实惠 看到了吗?人间清醒大师都说了,不可太用功 打工的同时也别忘了生活 所以我每天差不多11点左右到公司 然后拿点公司小零食配上冰本市 就开始早上的办公时间了 哇,今天的猪脚饭感觉有一点香呀 周五的话我们偶尔会去吃公司食堂 因为队会排很长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同层领到这个盒饭来吃一下 盒饭有蛮多选择的 比如说健身餐啊,或者是A餐B餐C餐D餐 差不多有五六种可以选吧 但其实不管是公司的食堂还是公司配的盒饭 吃久了都是一个味道 所以下午茶才是最值得期待的正餐 我的拖油书体验 好,看看等一下会不会跑厕所 你看我们后来就进行盆栽重床 公司偶尔会有一些小礼物小活动 这次是一个低碳的小运动 大家一起来种一个盆栽 看它如何盆栽 这到多少呀 期望太高 越,越了 种了小番茄 我领到的是一棵猫草 一周后小苗苗已经茁壮在成长了 你看我说了吧 最近北京的天真的是要么晴空万里 要么就乌云密布 打工人的乐趣就是这么的平平无奇 加班的快乐 这果冻好好吃里面有真的篱子 别的不说公司零食还是管购的 今天加了个班 其实加班还蛮正常的吧 一周如果偶尔有一天不用加班都会觉得还蛮惊喜 深夜食堂 天呐11点的小面 不要不要不要了 公司附近有非常多好吃的店 不管是在石宝街还是在路边的一些小店都感觉是隐藏的 就是美食店 最近我在上班之余把福尔的美食店都打了一遍卡 这家重庆小面真的还不错 好啦吃饱了就回家吧 中关村这边不管提点都会继续堵车的 不过开出中关村就好了 马上回家快的话半小时到一小时 好啦今天也是充实的一天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周再见啦